好 下午2點多老先生坐在自家門口的機車上面乘涼 突然遠方一輛白色轎車衝了過來 先撞了前面銀色的休旅車之後 又繼續撞到門口白色的轎車 接著整個車頭打橫之後轉了半圈 直接又甩尾撞上了另外一輛白色的休旅車 阿貝亞就在旁邊的機車上面也被波及 整個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這個意外真的是來得太突然的老先生 根本來不及反應 事發地點就在彰化市的張南路 下午2點多這輛白色轎車 他不知道什麼原因 先是失控衝撞的路邊銀色休旅車 接著又繼續向前撞上了這個車子之後 轉了半圈才停了下來 這個油門把失控造成了這個車輛 失控去撞擊路邊的這個停車 這公司的駕駛他跟警方公稱 是因為自己的油門故障的停不下來 才會發生這樣子的連續衝撞 其中還有一台銀色休旅車的車主 他就是旁邊車廠的業務 因為他說今天車廠要交的車太多了 只要把自己的車先停在外面 沒想到竟然就被撞了 而且整個車頭還有側邊的前輪 保險桿車門幾乎都被撞爛 是太多了 我們車輛太多 我們要先停外面 結果後來交完車之後 我要出來發現人家說 你的車子被撞到了 我就出來看 就傻眼 不過車位意外到底是不是因為 油門故障 警方只能先採信這一名駕駛的說法 不過詳細的造勢原因 還是要再調查釐清 那麼以上是來彰化現場的狀況 再把時間還給台北棚內